信仰的宣型 自有者 天主是真理和爱 天主 又或者另外一个称号 自有者 向以色列文流露 他是负于慈爱和信实的 这两个名词 以综合的形式 表达了上主圣明的风型 在所有的工程里面 天主时时显示出 他的人词 和爱 恩宠 和爱情 他也显示出 他的信赖 永恒 信实 和真理 天主本身 就是真理 他的话语 一定不会欺骗 所以 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 满怀着信心 依赖他圣言的 真实和信实 天主的真理 就是他自理整个受造界 和掌管宇宙的智慧 天主在启示自己的时候 也是真实的 在他口里面 是真实的教训 当他打发自己的圣子降临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为被真理作证 我们知道天主旨的降临 上次给我们理解 叫我们认识真实的天主 天主的爱是永远的 高山可以移动 幽灵可以产平 但是我对你的仁慈 是永远不会移走 我永远爱你 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 四月望更加进一步 肯定地说 天主是爱 天主的本质就是爱 时期一门 当他派遣了他的独生子 和爱之神的时候 天主启示了他最深处的秘密 他本身就是爱的永远交流 父子和星神 而且一早就预定 我们也会分享这份爱 信德年提醒我们 要革新悔改 要归向世界唯一的救主 都求主让我们能够透过天主教教理 作为基础 以研习信经 来去满全我们的信德 也都让我们能够以坚定的信心 和希望 能够以完美的生活和坚证 透过信经的一字一句 来去宣认天主伟大的慈恩